哈喽大家好 今天腦袋轻松一点 带大家来逛逛青麦的后花园 这个地方叫 中文叫 我想应该是音译而来的啦 位置资讯大概是这样 大家用中文搜寻就能够找得到了 这条马路很直很宽 基本上车也不多 所以时速如果保持60以上的话 其实不会感觉起很久 那防晒是基本的啦 从青麦市区过去 大概是15到20公里左右 这个误差取决于你是从哪里出发的 我从青麦大学附近 距离大概是18公里左右 进去以后 它不只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范围地区 所以说你在里头的移动距离 基本上也可能是公里等级哦 所以说才保留这样的一个估计值 这条路说实在 如果你在台湾喜欢骑车跑山的话 那这个景色还真的是有点既视感 它有点类似我从永康骑车到玉井的沿途景色 也有点类似东部 从台东向花莲宜兰地区的方向骑去的那种感觉 门票跟网路上面写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骑车进去每个人就收40泰铢 也没有特别分辨说我们是泰国人还是外国人 网路上面写说外国人50泰铢 应该是以前的价格吧 进来之后可以看到沿着湖边忽然有很多的水上房子 这些都是在地居民经营的 也可以说是餐厅吧 今天我们没有在这里用餐 不过可以看到 不只有外国游客而已 很多泰国人也会来这里 这边我就要来准一下物价的问题了 各位看一下 这个观光区的椰子水卖多少钱 35泰铢啊大家 再来看看这些价目表 平均才多少钱 这个价格 跟我在市区看到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椰子甚至是更便宜啊 泰国的油店都比台湾贵很多 我看他们的生意也是普通 但人家不会在观光地区做地体价来宰客 OK 这个就是大家在网路上面会查得到的动物雕像哦 不得不说这个地方也是个成功转型的例子 惠洞桃湖呢 本来是一个灌溉用的人工湖 在80年代的时候 随着拉玛九世的指示呢 主要是要解决这个地区农业缺水的问题 直到2000年的时候 泰国第33陆军区的指挥官呢 再次根据国王的指示 把这个地区经营成了一个示范村和旅游景点 那时候就新增了人造沙滩 租赁设备 餐厅和住宿场所 并且提供了各种户外的活动 而大家看到的这个稻草做成的动物雕像 则是在2016年的时候才有的发响 一开始也是尝试性质 后来发现 响应观光效果还挺好的 这才又继续发展出更多的动物雕像 这些雕像基本上都是用铁做骨架 这用稻草编成了外形 虽然说我想吐槽星星跟在地文化没什么关联 可是这也是一种旧地取材啊 不是吗 来带大家进到内部看看喔 知名的售 ! 現在應該要把背包給拿下來 站著方這裡吧 這個設計也太難上來了 習慣了一下 帶海泡口 海泡水 牛肉 沙漠 海泡水 沙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難下去啊 基本上你一定要把這個 背包拿掉,要 自己空著身子上來 因為這個 上來的空間 不寬 是很大 然後你在 因為他樓梯是旋轉式的上來 所以你在爬上來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背後就會可能會 卡東卡西這樣子 然後很幸運的 就是沒有別的遊客上來跟我們卡 因為大家都在下面拍照 那這邊其實 你頭也露不出來 他就是只能看風景而已 所以 感覺就是沒有人跟我們搶 大家都搶對面那隻星星穴 哇 非常的危險 要小心 手要這麼抓 我還是去看風景 你搶去看風景 你們再搶去看風景 你搶去看風景 好難免 嘿呀 快走 好像呢 我也想看風景 而且很難難 很多地方 我是一个比较慢活的人,看着这边的景色大概可以发呆一整天吧 沿着马路继续往风车的方向走,地图上大概是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更广阔了,路旁还有绵羊,基本上也不太怕生 现在有一个水腿,まあ是水腿,用湿纸和水腿 它在鸡腿上做出来的事情,实力做出来的事情 现在已经在鸡腿上做出来,或者是白钙肉 全体会吮到沿着涩子,不断亂再放入片子 公面继续的部分,如果一个很盡意的油腿 它们有一个鸡肉,在那边还是锅肉, Premiereıyorsun? 当天太阳是挺大的 官方也设了几个遮阳停 但说实在呢 我觉得没什么用 朝着风车的方向走 还是一样稻草编织的造景 其实也不是非常复杂 但用稻草做成的 放在这里也不会有违和的感觉 这时候我们稳草大学部的同学 相约带着台湾的学士服来这里拍毕业照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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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像頭髮 故事書出來的那種 有有有 有有有有 這裡給我的感覺 大概就是台灣東部 加上清淨農場的混合吧 適合帶小孩來放電 適合情侶來拍美照 留下難忘的紀念 遠方還有人放牛 看起來是耕田的牛 不是觀賞用的 看來這個地區 還是有收成稻米的 要上去這個風車 建築需要買石太族的鞋套 其實超便宜的 算是給他們的維護或清潔費吧 不過當時熱到很懶 就沒有爬上去了 在下面跟陽互動 除了木草以外 全部都是免費的 感覺是真的很棒 那兒要買 熊魚 也要買 一口氣 我們來去吃 這個 大靈 蝴蝶 你不見 那樣 美好 你不見 一口氣 可以 你又有 花心 這邊不得不讚歎一下泰國 在這個荒郊野外,5G訊號還是近乎滿格的 我還在這邊給我媽打了視訊電話 除了天氣挺熱的之外 透過鏡頭大家看見的應該是愜意更勝一切 很慶幸當初自己選擇來泰國當校換生 認識了這群可愛的同學 也為自己的視野打開了更多 阿望本質上不是旅遊頻道,但我喜歡分享 分享不僅止於知識內容,而是所有我的所見所聞 如果你也喜歡,歡迎幫我點讚轉發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各位有機會來起麥自由行的話 一定要來這裡走走 這裡已經列入了我大家人來玩的口袋名單了 其他還有更多 也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待會兒